这个女人不好惹 一言不合就召唤出一大堆怪物 圆骨恐龙 恶魔巨蜥 都是她的哈吉米 这是一部游戏改编的剧作 也是爱剧者必看的一部神作 话不多说 正式开始 一只小鹿本来在安静地喝水 下一秒水面就蹦出来一个壮汉和一头五米高的人面魔珠 即使在面对巨大的人面蜘蛛时 她也完全无惧 因为她有一把人间力气 这把绝世好剑和不经云那把是同款 然而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她也会犯错 她不小心被推入了水中 绝世好剑也掉进了水里 在一阵鸭子捕水式的挣扎后 她拿起绝世好剑 来了一套丝滑组合剂 成功解决了魔珠 紧接着亨利把魔珠带到城里去领取赏金 这就是猎魔人这个职业的工作 这天 亨利来到一家酒馆 却遭到了一群小混混的挑衅 显然他所从事的职业并不受欢迎 正常人都认为猎魔人和怪物没多大区别 纷纷投来一样的目光 亨利的沉默也并没有平息他们的挑衅 这些喽啰似乎想在这个男人身上找点乐子 这时 一个女人站了出来 原来她是这个困扰她的人群的头头 她给亨利倒了一杯酒 一边喝一边和她聊天 但亨利对这个女人并不感兴趣 她只想找到城主 换取她猎杀人面蜘蛛的报酬 这时 一个小女孩的出现化解了她的尴尬局面 随后 女孩带亨利来到了城堡 亨利感觉到城堡里面有很强的魔法反应 在里面她见到了国王的术士布克 然而布克并不想讨论怪物的事情 她开始扯一些题外话 说伦福瑞曾是个公主 却被奸人夺走了一切 为了生存 她学会偷窥 为了不被杀 她学会杀人 明天的集市上 伦福瑞会实施复仇计划 术士想不拥亨利去杀掉她 其实这糟老头子坏得很 她想借刀杀人 还让小女孩去勾引她 但亨利表示自己是猎魔人 不是职业杀手 于是她转身离开 出城的路上 伦福瑞主动找到了亨利 向她诉说了自己的遭遇 她曾经是克雷伊登国的公主 却因布克的谣言而被陷害 变成了一名被人追杀的恶女 一次意外她被布克的手下玷污 于是她忍辱负重 决定换一个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 并以复仇的信念为支撑 是要杀掉布克 她坚信亨利会帮助她 为此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然而 亨利再次阐明了自己的原则 她一直被世人视为怪物 但她从未想过要杀掉那些人 因为那样她就会真的变成 他们口中的怪物 在离开前 亨利劝告伦福瑞离开这里 放下仇恨 重新开始生活 然而没过多久 伦福瑞再次找到了亨利 表明她愿意接受她的建议 开始新的生活 气氛开始变得暧昧 两人顺势挽起了扑克 作为猎魔人 亨利一直内心冷酷 她没想到自己也会有爱情 都说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很快到了第二天早上 她发现伦福瑞已经消失无踪 亨利立刻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她怒气冲冲地返回了城里 她又遇到了那群小混混 眼见手下的喽啰都送了人头 亨利见到了两眼星红的伦福瑞 二话不说 两人展开了肉搏 她丝毫没有留守的意思 亨利也明白不是她是就是我 于是眼神充满了杀意 在其拿住她的短刀后 将其击杀 慢慢地把她的身体放在地上 这时 周围的人群开始聚集起来 他们纷纷拿起石头向亨利投掷 嘲笑她是个怪物 是一类 他们忘记了 刚刚还是这个猎魔人 帮他们消灭了鲁星的人面蜘蛛 伦福瑞告诉亨利 森林里的女孩是她的真命天女 然后便拧恨西北 此时的亨利 犹如恶魔一般 但在街道上 无知的平民们却在叹息 老树是不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他想解刨伦福瑞的尸体 研究为何他们对魔法免疫 亨利当然不会同意 于是不可开始破她 然后混淆是非 将亨利描述成滥杀无辜的恶魔 无知的百姓们很快就相信了 他们本就认为猎魔人是堕落肮脏的存在 现在更加印证了他们的看法 亨利也真的活成了人们口中的怪物 他本来是出于好心 但现在却好心当驴肝肥 连原本喜欢他的小迷妹也开始讨厌他 从此他有了一个新的外号 屠夫 屠夫再次踏上了猎魔之旅 不对 是我们的猎魔人亨利 不久 他在一家酒馆里认识了流浪诗人得理 这家伙会给故事增添无数笑点 他的嘴就像大喇叭一样拨爆 酒馆里的人都知道了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猎魔人 一个土豪拦住了他 说最近村里总是有怪物出没 偷走他们的粮食 亨利现在手头也有点紧 于是欣然接下了这个工作 得理像跟着亨利的皮草一样 表示跟着他可以开发创作灵感 一旦创作出了传世佳作 那还可以把屠夫的臭名给洗白 但亨利却直接给了他一记人间大体锤 两人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猎魔人天生的直觉告诉他这里有危险 他很快就被打倒在地 头上多了个包 细看之下 草丛中突然冲出一只牛头怪 当他再次冲上来时 亨利早有准备 一招乌鸦坐飞机直接把他放倒 原来这个牛头人是森林神托克 一种长得丑但是智商高的神奇生物 了解到他是个逗逼 亨利并不打算杀掉他 只希望他能离开这里 因为自己在找袭击人类的怪物 但托克并非独自一人 他的同伴一击无敌大铁锤将亨利打翻 当亨利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绑在一个山洞里 未等亨利开口 一位彪悍的女人就开始了一阵痛痴 原来这是精灵族的一个巢穴 战乱之后 精灵一族流离失所 精灵王带领幸存的族人逃到这里 托克之所以偷粮食 也是为了支援精灵族 精灵族生物人类 于是将亨利狠狠地揍了一顿 还折断了德里的心爱的骨情 随后精灵王说 我的父辈们和人类合作 结果被人类骗得骨头都没了 说人类都是贪得无厌且狡猾的生活 如果自己带着子孙们下山 肯定离段子爵孙不远了 女人看亨利被绑着还这么嚣张 叫精灵王直接把他头拧下来 猎魔人并不严格属于人类 他们是巫师创造的奇怪一种 就在精灵王要杀掉两人时 森林神托克挡了下来 最终精灵王听从了托克的建议 带领族群重建家园 亨利把仅有的赏金给了精灵族 精灵王也把心爱的骨情 作为赔偿送给了德里 经过这一变故 德里彻底变成了亨利的谜底 发誓要跟随亨利去大冒险 另一边又有一个矿工惨死 最近这里有狼人出没 每到月圆之夜就会有人遇害 矿工的雇主请来了一个三星猎魔人 希望他能猎杀狼人 于是猎魔人根据线索 找到了一个屠宰场 这个女孩叫叶妮佛 她天生畸形 相貌丑陋 使全村人的笑柄 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无比嫌弃她 但没有人知道 她体内蕴藏着强大的混沌力量 这天 小叶拿着一朵小花响和一对情侣交朋友 可两人却把她当作怪物直接摁在地上 一对蹂躏痛苦的小叶只能默默地闭上眼睛 可她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身处一处洞穴之洞 这里有无数的骸骨搭建而成 远处有一名青年正在学习 发现凭空出现的叶妮府青年无比的差异 她叫崔德 是一名实习术士 而这里是遥远的魔法学院 崔德突然意识到小叶体内有着神秘的力量 在特定的情况下被激发了出来 这才被传送到了这里 这么看来 应该很快有人会找上小叶 于是她立马咬下了一块远古花瓣 瞬间开启了一扇传送之门 将小叶送了回去 虽然两人没说几句话 但崔德给她的尊重和关爱 让小叶倍感满心 回家后的小叶依旧看着又脏又累的怒骨 继父看着她就来起 于是一把将她推倒在地 一大桶猪粪也撒在了她的脸上 这是一个高贵的女人驾车赶过来 她是魔法学院的院长 也是一名女人 她直接询问继父 小叶就这么被继父贱卖了 价格甚至不如半投注 而远处的兄弟姐妹们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没有人出来阻拦 来到学院后 看着镜头那张丑陋的脸 在想到自己的悲惨的命运 叶妮夫无比的悲愤 她不受控制地打碎了镜子 然后便拿起了镜片割向了自己的手腕 可第二天一早 小叶发现自己并没有死 原来是院长救了她 院长冷冷地表示 来到这里的学生 生命就不是自己能做主的了 如果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 那就要努力变强 让自己不被欺负 随后 叶妮夫便来到了教室 这里的学生都是和她一样 对魔法具有潜力 所以被魔法学院买过来的 院长对他们上的第一课 是如何正确地运用混沌力量 原来上帝把小叶关上了几扇窗 他自己给自己开了一道门 居然还是传送门 后来他会有怎样非凡的境遇呢 这场期末考试相当恐怖 女生们挥舞着手中的瓶子 去抓住闪电 成功者将直接升级 失败者显然是变成烤猪 看着那个胖乎乎的女孩举起瓶子 她就这样变成了第一只烤猪 其他人看了都浑身发抖 然而 在院长的严厉目光下 他们还是顺从地参加了考试 一些女孩顺利抓住了闪电 最后 该轮到叶妮夫登台了 她小心翼翼地走向了考试的洞口 然而意料之中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叶妮夫的失败并未让人感到意外 但幸运的是 她的身体并未受到严重的伤害 她还利用闪电发起了攻击 考试结束后 只有两个女孩成功地通过了 院长找到了叶妮夫 她认为叶妮夫的行为虽然令人痛心 但她的天赋却令人惊叹 她告诉她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师 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否则会被混沌力量吞噬 叶妮夫虽然天赋过人 但她在学院的第一天就曾试图自杀 而今天夜晚她又差点伤害到别人 这显然不符合一个合格的法师的行为准则 叶妮夫在挫败后再次来到了海鸥塔 崔德再次成为了她的精灵导师 她向她讲述了一个故事 讲述了精灵异族曾经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他们是最早的法师 然而 由于天球教会的存在 人类也来到了这个世界 善良的精灵异族传授了人类魔法 然而当人类变强大后 却将所有的精灵族屠杀殆尽 这里的骨骸都是精灵族的遗骸 叶妮夫能够瞬间开启传送门 她很可能是精灵族的后代 叶妮夫听后无法再抑制自己的情绪 她很快地向崔德坦白了自己的心事 她的身父就是精灵族 而她因为是精灵和人类的混血 所以身体受到了血统的诅咒 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这个秘密的揭示让他们的关系升级 两人也自然而然地进行了一场扑克牌比赛 爱情的力量总是让人震撼 第二天 叶妮夫充满信心地找到了院长 表达了自己已经做好成为法师的准备 叶妮夫偷偷地跟着他们来到了水牢 她没想到的是 他们都被院长变成了大尼丘 叶妮夫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而院长只是回答了一个 然后她让叶妮夫将他们送入水时 叶妮夫便乖乖地遵从了她的命令 亲手将她的同学们一一送入水中 这些同学就像那些凋零的花朵一样 与其他的大尼丘一起为学院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混沌能量 院长第一次笑了 叶妮夫知道自己已经得到了她的任何 多年以后 叶妮夫顺利地毕业了 从艾瑞图萨魔法学院毕业的优秀生 都将被分配到各个帝国任职 成为皇室法师 原本是在家乡光荣归来的叶妮夫 没想到生活却把她当作了笑柄 她的上司也是魔法师协会的会长 把她的血统暴露给了大众 在协会的会议上 长老们以她血统纯正和容貌的不美观为由 拒绝给她任职 叶妮夫闻讯后 怒气冲冲地找到了院长 然而院长却束手无策 只能告诉她 这是崔德对她的背叛 叶妮夫激动地找到崔德 质问她为何背叛 然而崔德却不觉得这是背叛 她出卖了叶妮夫的秘密 换来了魔法师协会会长的信任 进一步升职 叶妮夫彻底崩溃 原以为马上步入小康生活 却被最亲近的人出卖 于是 她找到了一位整容术士 下定决心 女孩要做整容手术 医生却说代价是无法生命 这个天生丑陋的女孩 为了变美承诺付出任何代价 然而 术士舒适告诉她 手术无法使用麻药 但叶妮夫坚决地表示 她愿意忍受手术的疼痛 于是 她被捆绑在手术台上 术士再次提醒她 魔法的代价是不能生育 然而 此时的叶妮夫已经无所畏惧 她坚定地选择了手术 只请求保留她的眼睛和手腕上的伤疤 以此纪念过去的屈辱 手术开始了 术士从她的腿上取下一块肉 经过魔法火焰的链纸 变成了一块黑毯 研磨后成了药影 随着咒语的念动 药影被涂在了她的脸上 魔法开始生效 疼痛让她痛苦翻滚 铁链无法控制她的身体 就在这个时候 王宫内正在举行宴会 链长敏感地感受到了什么 只见大门缓缓打开 叶妮夫如同女神一样走了进来 她立即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丑小压的她 此刻化身为了白天鹅 完成了逆袭 好家伙 这古代衣美可不比 现代的棒子伯强多了 所有的男人都为她倾倒 高贵的女人们瞬间黯然失色 叶妮夫静止走向了国王 自我介绍后 国王邀请她共舞 原本高傲的黑妹愤恨地离开了 崔德还在震惊中 她没想到 短短一天 她的前女友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如预料中的 叶妮夫成功地成为了皇家法师 悲惨的命运已经成为了过去 而她注定会遇到一位一中人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猎魔人亨利 她正在另一个山头打怪升级